眼前这个情绪激动的男人就是老郑 四川穗宁人 与他争吵的就是他的前妻 魏琼玉 看着老郑凶神恶煞的模样 从一旁快速冲出来一个人 直接挥起拳头 朝着他头上哼哼打去 这个动手的人就是他的儿子郑小伟 看着父子俩激烈地打成一团 旁人连帮上前劝架 但女儿郑小梅却站在一旁 无动于衷 冷眼看着父亲被打 老郑看着两个子女如此狠心 捂着脑袋蹲在一旁 心中委屈不已 他今年已经67岁 是方圆百里有名的流水席大厨 前几十年扣着自己的手艺 和妻子魏琼玉经营一家富士店 攒了钱 修了总共800平米的两层小楼 又遇上两次拆迁 最终只换成了9套安置房 价值至少有500万以上 按理来说 他现在只需要找套房子安度晚年 但哪料三年前 前妻和一双儿女 突然翻脸不认人 把他赶出了家门 他不理解 找到儿子讨说法 儿子反倒动怒 把他打得头破血流 浑身是伤 女儿更是不管不顾 叫来警察 把他赶出了家门 现如今 他独自一个人 租住在凌乱的安置房里 身患肾病 无味溃疡 一个月帮厨 只能挣回700块 每日靠着简单的面条果腹 他怎么也想不明白 曾经是和和睦睦 儿孙满堂 儿女 为何会突然 与自己反目成仇 为了了解事情的真相 工作人员 找到老真的两个儿女 一见面 郑小伟就很是无奈地表明 父亲纯粹是在颠倒黑白 现在最想做的 就和他断绝父子关系 我不想因为这种事 有这种劳力 感觉丢人 如果可以答应没听 我第一个拿到 就把他看到了 我也不认 他要想那么认罪 他上次跟他收下死 和上上去 30年来 他与妹妹 从未感受过父爱 从济世开始 父亲就是一个好吃懒做 脾气暴躁的男人 在12岁那年 仅仅是因为郑小伟顶了句嘴 老郑就直接提刀 砍断了他的脚 现如今他身上 都还留有当初缝针的伤口 而女儿郑小梅也表示 他之所以报警 将父亲请出门 也是因为父亲耍无赖 看着房子在装修 父亲就闹着 拿铁棍打人 甚至还拿出工人的工具 肆意打砸 但即便如此 他和哥哥也没有不管不顾 想要给他打钱 他却故意不收 以此在外宣告子女不孝 诚然 父子之前是动过手 但也是因为老郑先打了母亲 作为儿子 郑小伟也是心急如焚 这才上前 替母亲讨回公道 对于儿子的说辞 魏琼玉也拿出了一叠照片作证 每一张 都是他被打的亲子 浑身是伤 或许在老郑眼里 他们的婚姻曾经是恩爱有加 但对于魏琼玉来说 这30年的婚姻 是他最痛苦的时光 丈夫自己赚了钱 自己花 对子女存不过问 没钱了 还找家里拿 不给就打 就连女儿读书的学费 都是哥哥打联工证来的 他独自一个女人 靠着对孩子的不舍 风雨飘摇的 撑起了整个家 即便是这样 魏琼玉也都隐忍了 直至三年前 一家人发现 老郑在外找了别的女人 本身家里就拮据 老郑还借钱买了一辆小汽车 自己不会开 就专门请了一个司机 然后开车带着别的女人兜风 这样的场景 郑小伟不止看到一次 每一次他都拍下了照片 最后被发现 那个女人还堂而皇之的找到他 让父亲承认他的地位 这一举动 狠狠伤害了家人的心 魏琼玉想不通 自己三十年的付出 全都是为别人做了嫁衣 心灰意冷的他 坚决选择了离婚 面对全家人的指责 老郑全都失口否认 难道仅凭几张 模糊不清的照片 就证明自己是出轨了吗 他常年在外 多的是女孩帮助 儿子刻意的捕风捉影 就是为了将自己赶出家门 霸占房产 找到借口罢了 占下了一份拆迁协议 那时候他刚刚出院 魏琼玉就以离婚相逼迫 迫于无奈 老郑同意了离婚 并把当时拆迁的房子 都留给了妻子 而仅在一个月后 两个人又复婚 之后魏琼玉又拿走了 剩下的房子 直至房子到手 魏琼玉果断的提出离婚 小区里其他家装修队的声音 如同刀子般 扎进了他的心中 所谓的夫妻情声 父子子孝 都抵不过九套房子的诱惑 为了骗走自己的房子 前妻伙同儿女 挑拨是非 往自己身上泼脏水 不到两年时间 自己就从被人羡慕的成功人士 沦为了被人嫌弃的 遭老头子 听闻了父亲的说法 两个儿女全都嗤之以鼻 自己家八百平的房子 全都是靠姊妹俩 毕业以后在外打工 借点钱 休意平宜 一点一滴的扩建 分了好几年才修好 老郑仅坐的 就是在家帮忙建了监工 为了证明所言不虚 郑小伟拿出了2013年 2017年 拆迁时候的拆迁协议 除了在2017年 老郑夫妻俩与孙儿 共同有一套房产外 其他房子 全都归未穷 寓一两个子女 为了保证父亲的生活 他们也将一套房产 过给了父亲 虽然面积只有60个平方 但他们都愿意 补一个大一些的 前提是 不允许他带其他的女人回家 哪料此话一出 老郑直接炸了锅 声称儿女 是在让他坐牢 想要控制他 这才引发了开头打架的一幕 面对儿子无情的拳头 老郑又报了锦 在民警的调解下 儿子还是为自己打父亲 道了歉 老郑也同意拿出谅解书 只是父子俩还没说几句话 就又因为房子的事情 争执起来 眼见此 老郑表示自己 已经不想再顾念什么亲情了 他一心想要走法律程序 2020年的春节 老郑第五次将前妻告上法庭 要求访还房屋 以及当时卖房子的钱 面对老郑的要求 魏琼玉也明确表明不可能 法庭上 曾经恩爱的夫妻 30年的感情 在一次次的争吵和辩论中 本消耗殆尽 这对昔日的夫妻终成陌路 最终 法官根据实际情况 做出了判决 驳回了老郑的全部请求 拿着结果 老郑回到了以前的家 看着眼前的废墟 唏嘘不已 魏琼玉也带着儿女 来到了曾经的住址 但和老郑怀念过去不同 魏琼玉看着曾经的房子 心中 只有对老郑的恨 伴随法官的宣判 这场拉锯战 似乎终于落下帷幕 但无论是败诉的老郑 和胜诉的魏琼玉 都不是这场 旷日持久家庭战争的胜利者 在这场拉锯战中 他们消耗了无数的精神 破坏了家庭原本的温情 让曾经的美好 全都四分五面 而接下来 老郑的不愿放弃 儿女的不愿妥协 他们势必还要接着纠纷 但单从 郑小薇打父亲的行径来说 十分的不可取 家应该是温暖宁静的港湾 希望所有的人都能明白 在家庭中 自己应该扮演的角色 感谢您的观看